我們今天講的部分呢,存在我們的課本的五經四曲 如果你不太清楚的話,沒關係,可以翻譯 今天我們要講的是,這整個版面裡面最後一個 我們應該是裡面講的這一個,這個叫造型 點進去之後呢,我們來看看他的指令 大家看一下,第一個當然是選舉 第二個,因為為什麼他的造型呢,是因為他允許做一些比較自由的一個行李出來 那比如說,我們剛剛在這邊講到的案例,在這裡有一個行李 你有看到他怎麼進來的嗎? 對 但是我們已經不迷不來 第一個,這一個就是這個 有啊 我們看一下,我們現在有幾個名片 他叫做rite 然後我們等一下rite 他的網格會變成是在rite上面 然後第二個,我們看一下 這一個是畫圖形圓 不,曲線圓或是圖形 我們按一下曲線,我們看一下喔 我們可以看到,這一個線完全是在這一個曲面上面 好,所以先往直下認識一下 我們按中間結束,另外我們再把曲面換成另外一個 我們一樣式畫十三點 比如說我們一樣式畫十三點 一、二、三 但是實際上,他就已經跑到另外一邊上了 所以這個目前的概念還是我們畫草圖的概念 但是,可以看到,我們再重新做一次 我們重新做一次,點了這個線之後 我們先點三點 再來,再來,再來我點什麼呢? 我們來點這個面 因為它現在還是紅色的 表示它還是在作用的狀態之下 我們就點成right,點成right 我們再點下一個點給各位看看 點了之後呢,這一個會跑 這一個會跑 但是沒關係,不用理它 比如說我們點低一點 可以看到 我們下一條線已經不再是這一個平面上面了 而是在最後跟最後一點 是在同一個平面上面 我們再點下一個點 看一下 後面這三個點,你看到 它是在同一個平面上面 它是在同一個平面上面 因此,我透過這樣子 我允許在ProE裡面 我打收之後,回到這裡面來 我允許我們去做一些在空間中的曲線 而不一定要透過平面這樣子來畫 我們就利用這個來做一個可變結面掃描 我們選它 然後一樣 這個我都不再講了 然後 我看一下 最後我們可以完成的 是一個在空間中彎折的管 這跟我們過去 在做的這個 用草圖來畫 是完全不一樣的一個形式 那沒關係,不用緊張 我再做一遍 所以,來 第一個 請你在整個畫面裡面 先選擇曲面造型 選進去之後 它會出現不一樣的版面出來 會出現不一樣的版面出來 第一個 第一個 就是這一個 是指定工作的平面 指定工作的平面 我們指定Tab 第二個是畫 曲線或者是圓或者是圖線 我們畫三點 一、二、三 那如果你在這裡就按中間的時候 它只是在一個平面上的一個點而已 並沒有太大的差別 因此我們在它還是紅點這個狀態的時候 連曲面 工作平面 點一下另外一個像 這個平面 然後我們繼續畫 第三個就是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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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發現它有的不受控制 但是沒有關係 因為待會兒我們會來 待會兒我會教周瑜如何來改變 來編輯它 你們先試著畫空間中間 你怎麼看 那一陣子 你們的